第一章 生在错误的年代 1931年 民国二十年 日本昭和六年 四月十五日 我出生在现今的桃园县龙潭乡八张离地方 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淳朴偏僻的农村 住在那里的人全部以农为业 过着日出而作 日入而习的生活 那里是个丘陵地带 水源缺乏 所以除了比较低洼的地方 可以作为水田种植稻作以外 大部分的丘陵高地 土殖甚为贫瘠 只能种植茶树或生长一些杂木 居民生活极为倾苦 我的先祖于清朝乾隆32年 1767年 随着当时的移民潮 从大陆的广东省 梅县交陵 渡海来台 最初落户在现今的桃园南侃 及松山高速公路南侃交流道旁 之后 1826年 由于当地闽客冲突事件时常发生 于1829年 清晰到平镇一带 到我曾祖父的时候 才有迁移到上旨 我算是移民的第六代了 在我曾祖父之前的祖父 生活都不太安定 日子过得极为艰苦 直到曾祖父迁到龙潭八张礼地方以后 向当时的台湾首富林牧原家族租任土地耕作 由于他的五个儿子 也就是我的祖父这一辈 即唐伯父等 各个身强体壮 大家同心协力 努力开垦 便手知足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除了种植水稻以外 并大量开垦山坡地 种植茶树 那时 适逢台湾茶叶外销兴盛的年代 因此致父 祖父五个兄弟 岁在八张礼地方 依照闽南风俗 建造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宅地 取名唐号为 智德唐 大门石柱上 刻有 泰博 宜丰 游村 海岛 引领古迹 上柱门亭 对联一副 字体极为俊秀 据说出自一位秀才的创作 这座宅地一经 已历一百余年 尚保存完好 颇具古迹价值 可惜好景不长 台湾茶叶外销组织 盛况不再 茶叶生产开始没落 加上家族人口繁衍众多 据说全家人口最多的时候 层达八十余人 大家庭的结构 随高解体 分家以后 父亲所分到的财产 只有一小块贫瘠的水田 以及坐落原有宅地左侧 一栋加盖的泥砖屋 总够有三个不大的房间 所饲养的鸡 鸭 牛畜 必须与人共聚一堂 环境极为恶劣 我的父母亲都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所以可说是目不试钉 分家以后 就只能靠那一小块水田 努力耕耘来维持家绩 我出生时 尚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到我八岁就读工学校时 母亲又陆续生了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家里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九人 全家人仅靠那一小块水田的生产 除缴纳田赋等捐税以后 已所剩无几 因此 生活非常拮据 父亲因为操劳过度 加上营养不良 在壮年的时候就得了胃病 又因没有钱可以延医治疗 经常在半夜里病发 而痛得死去活来 全家人束手无策 母亲为了维持家绩 除了服役一群子女 照顾三餐 忙于家务以外 还要养猪 养鸡 养鸭 种菜等出售 换取一些金钱作为家用 种的菜除家人食用外 则挑到龙潭街上去卖 到了春夏季节 又去帮人家采收茶叶 每天早出晚归 以换取微薄的收入 贴补家用 每天忙得没日没夜 父母亲由于子女众多 加以工作忙碌 为了怕小孩发生意外 因此对我们管教十分严格 除了不许到溪流 水塘等危险处所玩耍以外 也不容许与邻家小孩或同学 有争吵或打架等情势 父母亲不在家时 必须帮忙照顾弟妹 放学后或于寒暑假等假日 都得到山上去捡食柴火 割木草 放牛 或到田里除草 割稻等工作 农村没自来水 用的是井水 也没有电灯 点的是煤油灯 入夜以后一片漆黑 大家吃过晚饭后就早早入睡 我出生那年的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的东三省 发动九一八事变 就读工学校的前一年 1937年 日军又在中国的河北省晚平县 发动七七事变 日本的一再挑衅 引发中国全面对日本抗战 同一时期 在欧洲方面 以罗马和柏林为轴心的 意大利总理莫索里尼 和德国总理希特勒 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席卷北非及欧洲大陆 并向苏联进军 我四年级那年 1941年的12月7日 日本派出一支以六艘航空母舰为首 载着350余架舰载机的特遣舰队 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海空军基地 将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 予以彻底的摧毁 日本则乘胜迅速向南太平洋 次日美国、英国也正式对日本宣战 人类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最惨烈的战争 于烟展开 全世界都陷入动荡中 此时日本统治台湾已四十余年 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 虽有若干建树 但日本对台湾人民始终以另类相待 台湾人的政治地位 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等 都受到很多限制 人民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尤其日本发动战争以后 台湾的民生经济 更是受到严重的影响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台湾的青壮年子弟 纷纷被征调到海南岛或南洋地区 充当军夫 留下老弱妇孺从事生产工作 民生物资开始日益匮乏 统治当局为了维持社会秩序 开始全面管制民生物资 并实施 并实施配给制度 农民生产的稻米粮食 乃至续养的株枝都在管制之列 如有私藏或私宰 一旦被人检举或被查获 折备警察带到派出所 予以痛殴严惩 物品在于没收 人民的生活陷入空前的困境 很多人为了保存粮食 想尽办法冒着被查获的危险 利用地窖或夹币 甚至密封以后丢入水塘 偷偷地煮藏起来 社会一片恐慌 贫穷战乱 就是我的童年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